五种食物最毁血管 切记要远离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第一种呢 就是咱们平时不太注意 但是呢 好多人都一直在吃的小零食 大家打开那个配料表去看一看 如果里边含有人工黄油啊 起酥油脂啊 脂脂末 这些反式脂肪酸 这些食物吃的时候 特别容易让人长斑块 对身体危害是很大的 第二种食物就是高糖的食物 和含糖的饮料 有报道啊 十几岁的孩子就出现了高血脂 哪来的 常年的喝饮料 喝出来的 第三种食物呢 就是动物内脏做的这些汤 因为原材料里边含的脂肪量比较高 如果你已经有血脂高这个趋向了 那你最好少吃这些汤 第四种食物就是高盐的食物 盐吃的多了 就会让你的血压升高啊 这些情况 第五呢 就是酒 古人讲 少饮为贵 多饮活受罪 这样对血管的危害就非常大 这条视频呢 希望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 如果我们能做到戒烟 现酒 平时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水果 适度的摄入粗粮豆制品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人体自带着四种宝药全在手上 长按这几处非常有好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们的手上啊有四个穴位 经常的按摩呢 好处特别的多 这第一个穴位啊 就是我们的劳工穴 手掌自然的握紧 中指所对的地方就是劳工穴 劳工穴呢是心经上的穴位 有心脑血管方面病症的人啊 多按这个穴 它可以让我们身体气血 更能够充足 第二个穴呢 就是神门穴 我们的腕横纹小手指端 这个位置就是神门穴 顾名思义啊 它是神出入的地方 所以它有安神定制的作用 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 像心烦心慌健忘头晕 都能够通过这个穴位去改善 第三个穴位呢 就是内观穴 腕横纹下三指这个地方 内观穴呢 是一个止疼的穴位 它可以改善我们手臂的疼痛啊 头痛啊 以及降胃气的作用 对晕车呀 恶心呕吐都有缓解作用 第四个穴位呢 就是在腕横纹下面四指的支勾穴 这个穴呢 是一个通便的穴位 对于心脑血管的人来说 通便让压力减轻了 对心脑血管可以起到一个缓解 不发生危险的最重要的途径 所以这几个穴位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好处 多去按一按 你记住了吗 低密度脂蛋白4.8降到2.2 做好以下三点 很管用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低密度脂蛋白从4.8降到2.2 其实这事并不难 记住以下三点就够用了 前两个月 有位粉丝朋友通过平台 把检查报告发给我 报告上显示呢 它的低密度脂蛋白是4.8 想让我通过中药条理来降下来 我详细的了解了这位患者的情况 给他叮嘱了三点 第一呢 就是养成低盐低糖低脂的健康饮食习惯 这是基础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粗粮 要补充蛋白 比如说鸡肉啊 鱼肉啊 这些蛋白质丰富 脂肪含量低的肉类 尽量或者是不吃肥肉 那样才能够达到降脂的目的 第二点 坚持运动 最好是有氧的运动 比如说快走啊 但是要注意保护好膝盖 两个月呢 他瘦了十斤 最重要的一点 他是坐席时间规律了 绝不熬夜 这第三点呢 就是吃中药 通过我给他开的中药条理 把自身的体质 血液的状况都给调理好了 改善了身体的代谢循环 记住这三点 管住嘴 迈开腿 用中药条理 复查的时候 他的报告显示降到了2.2 作为医生呢 发自内心的为他感到高兴 关心病不能乱停药 关心病的患者一定要记好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心病的患者啊 需要长期服哪些药呢 这个问题啊 在就诊的患者里边会经常问到 那这个问题本身呢 在中医文化里边是不成立的 说自古以来 有服药时间比较长的 有丸剂 酒剂 可以便于长期服用这些药物 只能说现代医疗在退步了 但回到现实里边啊 有关于关心病 或者是出现心脑血管方面疾病了 经常患者会问 说我这西药停不停呢 总的用药原则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也是针对我所有的这些患者朋友们 叮嘱的一件事 这么重要的事情 在详细讲解之前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好好的看 需要注意这些内容 第一呢 就是所有的西药 包括你吃的这些 抗血栓的药啊 抑制血小板凝集的呀 避免血栓形成而堵塞血管的 这些药物 比如说像 塔丁类的 像阿斯匹林 这些西药 在你服用中药 开始的阶段 一定不要停 不要停 不要停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记住了 因为我们在身体服用这些西药 已经形成了一个平衡 如果你突然停药的话 是很危险的 这也是来我这里 就诊朋友 一定要注意的 当然啦 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你刚吃了三天塔丁 而且还有很大的副作用 不舒服 那你就可以在开始吃中药了以后 就果断的停掉它 但有的患者是问 那我这西药 是不是吃一辈子呀 不是 当中药起了作用以后 你要时刻观察你的这些指标 在西医专家的指导之下 西药要逐渐量的去减 而不是突然的停 关于中程药呢 有些药可以用于急救时缓解症状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血管的新生啊 改善局部的血流量啊 比如说观心病的急性发作期 缓解心脚痛的药物 像射箱保心丸之类的 是帮助我们在急性发作的时候 缓解症状的 而不是长期服用 那我们给大家服用的中药 或者叫汤药 是在非急性发作期 是帮助你补充气血 经络畅通 这样你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不再发生淤堵的现象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从事中医 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诊疗工作 已经40多年 加入这个平台呢 是为了给大家科普 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知识 希望大家呢可以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身边 有心梗脑梗 关心病 血管堵塞 颈动脉斑块 高血压 高血脂 这些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朋友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尽管告诉我 我会在闲暇时间给大家做解答 关心病来临时 身体的三大信号 你一定要知道 治病不如防病 防病必须懂病 关心病的发生呢 是一个日积月累漫长的过程 很多人对关心病的早期症状 没有辨识的能力 等到发生的时候 就已经很严重了 针对关心病呢 我们要做到三早 就是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关心病早期 身体的三大信号 第一就是斑块和关心病危险因素 低密度脂蛋白升高了 同时还伴有着胆固醇呀 甘油酸指这些升高 没有被重视 这就是潜伏的一个关心病的原因 第二呢 就是高血压 高血压突然莫名其妙的升高 引起头晕耳鸣这些症状 高血压呢 也是冠心病因素之一 第三 疼痛 如果出现像胸骨后 或者是心前躯的闷痛 甚至呢 是紧缩样的疼痛 有的患者呢 还会出现左肩 像左上臂放射样的疼痛 甚至有引起后背的疼痛 持续时间大概是三到五分钟 休息以后呢 可能自行的就缓解了 但这样的情况反复的出现 这就是给你一个信号了 以上三个信号 你记住了吗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好消息 血管狭窄超过50%了 一分钟告诉你怎么办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也浩教授 从事医疗工作40多年 今天呢 我给大家来说一说 关于血管狭窄的问题 如果血管狭窄不干预的话 最后的结局就是造成了血管的堵塞 关心病脑梗 那血管狭窄是心脑血管病的主要病因 要想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 血管狭窄是一定要干预的 是可以通过中西医结合控制它的发展 甚至斑块是可以消失掉 这个视频呢 看明白了 对你防病治病是有好处的 大家可以点个小红心 不然下次你就找不到了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疾病 像血脂高 斑块 动脉硬化 血管狭窄 关心病 心脚痛 头晕 胸闷 气短 这些心脑血管的问题 可以点我的头像 跟我打招呼 我来和大家来聊一聊 得了脑梗 你可以放心了 新方案来了 14.3亿人中 你能刷到这一条视频 那咱们就是缘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也浩教授 擅长治疗脑梗 脑梗后遗症 脑出血后遗症 颈动脉斑块 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有这些疾病的困扰 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饱受折磨 今天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 现在呢 网络连通千家万户 为方便远在外地的朋友 普及更多的健康知识 每天会在平台上进行科普 现在呢 也已经开通了远程问诊的服务 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 可以双击屏幕 给我点上小爱心 你的问题告诉我 我看到以后 根据你的情况 帮你辩证分析 找到病因 给你制定最佳的调理方案 心脏不好 浑身没劲 教你三招 养好心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三个小方法 可以帮助你养好心 来改善浑身没劲的这个症状 夏季呢 是尤其养心的季节 这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要调整饮食 多吃一些含有蛋白质 维生素含量多的这些食物 比如说瘦肉啊 鸡蛋呢 多补充蛋白质的好的方法 你可以喝一些像古物类的 小米粥啊 粥里边还可以加点像山药 红枣 来帮助你恢复气力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要多做深呼吸 这样的运动 少做一些快节奏的 像竞技运动的这个项目 夏天的时候出汗都比较多 你不要大汗淋漓 过量的运动 对夏季的养生不好 比如像大球 第三呢 多吃一些苦味的食品 不要以为只有补才是养 苦味来养心呢 像食物里边的苦瓜呀 都可以在夏季的时候 有轻火轻心的作用 心脏不好的五大表现 如果一个都没有 说明你心脏很健康 第一运动过后 胸闷气短 有明显的心前趋疼痛 憋闷 而且伴有明显的呼吸困难 感觉很严重了吧 去做心脏或者肺的检查 还都正常 但这已经是心脏向你发出了求救信号 第二 浑身没劲 感觉走路发飘 就像踩棉花似的 没有劲 回来就想躺着 不是懒 就是没劲 身上缺乏了原动力 任何事情干起来不想干 缺乏激情 缺乏干劲 我们老百姓说啊 没有心气了 第三呢 就是心身不宁 失眠 睡不着觉 越躺着越睡不着 而且呢 心情很烦 这种情况 千万别长期的忍着 第四呢 就是突发昏厥 突发昏厥这件事呢 可能会有多种原因造成的 其中一点 有可能是因为心脏的原因 心梗伴有着肝呕的症状 真的不是胃的问题 一定要引起注意了 第五呢 经常会出现早薄 心率失常 如果以上五个症状 有一个都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救诊 心脏支架到底是救人还是害人 有下面三种情况 是属于过度治疗 首先呢 我想告诉大家 支架是用来急救的 如果是急性的心肌更死 时间就是生命 越早做支架 心肌的挽救范围就越大 预后就越好 但是支架不是用来治疗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以下三种情况就属于是过度的治疗 第一啊 患者完全没有症状 只是做了一个冠状CT以后发现 血管呢 有狭窄了 有可能是超过75%了 那就被劝说赶紧做支架吧 告诉你不做的话会有护死的危险 这种做支架的意义就值得商榷了 从小品里我们也看到过被讽刺的这种现象 第二虽然有堵塞 但是心脏压根就没有 这根血管堵塞 发生供血不足 仍然呢 能够得到充足的供血 这种情况呢 像一些老人的血管 就是一个长期逐渐狭窄的过程 人体呢有充分的时间来保护自己 建立侧肢循环 带肠主血管的供血 保证心脏的正常功能 在这个时候啊 要及时的干预 保守的治疗 就缓解了狭窄的生成 第三呢 就是稳定性的心脚痛 比如说这个月和上个月比 心脚痛发作的严重程度啊 还有频率啊 经过药物的治疗以后 严重的程度差不多 或者是更好一点 这种情况就属于稳定性的心脚痛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这种情况就可以用很多 其他的干预手法去控制和治疗 不要一上来就去做支架 所以再次强调 支架是用来急救时候用的 它不是一个常规的治疗的手段 而且呢 你想想这个支架本身就是金属的异物 长期的留在你的血管里 也会有血栓的风险 所以我们要针对患者的不同情况 全方面的去考虑 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